哈喽哈喽哈喽 这次小报告呢 我们是来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马洛卡这个岛 这个岛上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啊 但是有一个小瑕疵 就是现在的这个天气呢 已经不是旅游的季节了 非常非常的冷 看我现在穿的这衣服了吗 此时此刻呢 阳光非常的明媚 我们是在一个树荫里 然后室外的温度大概也就只有10度 但如果是阴天的话 那这种冷就非常的难受了 有点像我们国内南方的那种冬天 非常的潮非常的低温 是一种有魔力的冷 你受了吗 这也是大概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这次来啊 并不是来玩的 而是来是这个中期改款的新的马洛 说到这个中期改款的新马洛 其实在今年的7月份 在上海呢已经有过一个全球首发了 那为什么全球首发会选择中国的上海呢 就是因为中国这个马洛的销量 占了马洛销量全球的50% 你受了吗 所以说中国市场对于这个马洛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那次这个马洛中期改款的上市上呢 只有一款车型就是普通的2.0T版本的这个马洛 而至于这个中期改款的马洛S还有马洛Turbo呢 当时还都没有消息 但这次呢我们在这个马洛卡岛上试着 就是这个马洛S了 现在此时此刻啊 是11月20号 但这期视频发布的时间是有保密协议的 必须是在12月的11号以后才能发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款车 其实它的通告在欧洲呢 也还没有完全做完 所以还没有开始可以正式的销售 看一眼 反正关于外观的变化 之前我也给大家已经拍过小包盖了 基本上就是大灯的造型 然后换成了全LED的光源 还有就是前杠的这个造型风格 车尾呢 就是尾灯的样式 变成了这种贯穿的一个造型 就是跟现在的保时捷家族的这个设计风格 保持了一个一致 但是在车尾啊 现在还没有贴这个马洛S的标 就是因为欧洲的这个所谓的公告的文件 还没有完全被批准下来 很漂亮啊 然后在配置方面呢 也是有调整 在马洛上 现阶段已经是可以选这个碳纤维 陶磁的刹车了 但我们今天这台呢 是没有选的 然后颜色呢 也有所调整 就是会增加了很多更好看的颜色 这个是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绿 我放了 但我老想管它叫油正绿 因为这个绿实在是 我不太能接受 我特别喜欢那个有点接近Tiffany的那个蓝色 对那是一个新的配色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还有那个水泥灰的配色 内饰 内饰的变化呢 主要就是这个区域 这块中控的液晶显示屏变得更大了 然后空调的出风口呢挪到了下方 信息和功能也都比以前更加的丰富 而且这个车呢 现在是支持这个Porsche Connect的这个APP的一个远程的控制 但这个远程的控制呢 仅仅是在这台车上啊 限于得到一些车辆的信息 而不能去远程的着车和控制它的空调 然后在卡燕的这个e-hybrid那个版本的车型上 是可以实现这两个功能的 然后这块仪表呢 在这也是变成了一个液晶显示屏 可以显示特别多内容 而且分辨率呢也很高 翻向盘 直接就选了一个GT3同款啊 摸上去 手感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车是选了这个Ocantara的一个材料 造型尺寸都特别特别的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在动力总成上 这台车呢是Macan S 然后是一台3.0T的涡轮被压发动机 也有了变化 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中置单涡轮双涡管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然后最大输出功率呢是354马力 最大扭矩呢480牛米 然后这台车呢是选了这个运动组件的 它的0到100公里每要时的加速时间呢是5.1秒 非常的好开 然后它最大扭矩的输出范围呢 是从1360转就进入那个输出平台了 所以开起来低扭啊等等等等表现的都特别特别的到位 毫无违和感 而且无论迟滞也是非常非常的轻微 排气的声量呢 如果你把这个排气阀门打开的话 就是那种 的那种感觉 挺有运动范的 然后如果你把它关掉 其实整个这个车里的噪音控制的也不错 然后在变速箱方面呢 它用的是一个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然后关于这个变速箱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有什么这个顿挫呀折纳的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做这个A6 Allroad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提过一点 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的好用与不好用 完全取决于什么呢 有点噪音啊 完全取决于你花钱买的这台车的它的价位 比较便宜的那些车的双离合器变速箱通常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起步无力啊 顿挫呀等等等等 就是低速的那种顿挫 但是在这些比较贵的车型上 那你比如说A6的Allroad 还有这个Macan 还有包括Panamero 就是现款的Panamero啊 这变速箱用着真是毫无违和感 然后普通的这个Macan 就是2.0T那个版本的动力参数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只不过是变小了一点 因为现在欧洲的这个环保的政策呢也是越来越严 所以它的马力好像是下降了大概7个马力左右 然后扭矩变化不大 然后那个普通版本的Macan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的时间呢 如果你选了这个运动组件的话 是大概6.1秒的这么一个时间 如果没选的话好像是6.3吧 还是6.5 然后关于这款Macan Turbo的一些消息啊 我问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暂时还不能告诉我 但是我在网上已经看到叠照了 而且也有消息说这个中期改款之后的Macan Turbo呢 应该用的是这个2.9T的双能登压的一个发动机 对 至于参数呢 现在还不知道 然后开起来呢 跟之前老款的这个Macan的区别很小很小 就是在质感上的这种区别很小很小 我觉得主要就是在配置上的一些调整 这台车你可以选更多的很运动化的配置 和一些豪华性的配置 这是主要的一个跟前期款的一个变化 回程啊 然后我开的就是这个普通的Macan了 就是2.0T的这个版本的车型了 但说真的落差真心的大 真心的大 然后不把它放在S或者S Plus下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这车了 完全不是那个感觉 所以对于买Macan的建议啊 就是如果你钱够的话啊 如果你不是只追求外观的话 如果你不是只追求保时捷这个品牌的话 最起码也得买一个Macan S才行 2.0T的这个版本 确实有点微微微微的肉 然后呢 我也跟那个保时捷这边厂家的人确认过了 就是未来到国内的这个版本的2.0T 不对 不能叫未来了 应该说是此时此刻 在国内交车的这个中期改款之后的2.0T的Macan呢 动力是不会有所下降的 然后在欧洲销售的普通Macan 2.0T的版本 是动力会小7个马力 因为这边可能会对这个叫排放的颗粒物的要求会更加的高 所以呢 会把功率微微微微的调低 但是啊 他们的加速成绩啊 基本上没有区别 就是跟之前的老款就还是OK的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是上午开完Macan S 下午再开Macan的这个落差的感觉真的是很大啊 虽然6.16.2秒的百公里加速其实要说也不慢了 但落差真的是落差 OK了 那那这次的小报告啊 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啊 国内就等着这个Macan S的价格吧 但车啊 是真心